在结束上午的扫街之后 下午侯友宜到北海岸地区来拜票 来到三只石门金山万里 而长辈们纷纷高举着旗帜 为侯友宜加油打气 从高龄长辈手中 接过象征好彩头的萝卜 以及象征高票当选的蒜苗 今天新北市长候选人 侯友宜到北海岸地区拜票 下午来到银法人口居高的 三只石门金山万里 热情的长辈们高举着旗帜 为侯友宜加油打气 凭着高人气 侯友宜也将在地的议员候选人 推荐给大家 那夫人会在最后时刻献身吗 给大家惊喜吗 不知道耶 我要尊重她啦 真的啦 我真的讲一个很实在话 选举的方式很多啦 尊重太太永远是一个最好的 尊重太太 一生当中我们尊重太太 让太太在什么时候 她帮你做了一个角色 太太的意见 我们要很重要 面对媒体最关注夫人露脸 浮选与否的问题 侯友宜依旧表示 尊重太太支持自己的方式 也很感谢太太一直以来 在身后作为后盾 访问的最后 侯友宜表示 选举有很多种方式 选战的尾声 太太是否会出来露脸 依旧是要留给侯夫人 自行来决定 那今天我们侯友宜来到我们北海岸地区 用车队的扫接的方式 因为我们北海岸地区 幅员比较广大 那平常在选前的时候 在当副市长的期间 副市长也是常来到我们北海岸地区 到我们各个庙宇后的各个发展协会 来关心地方民众的需求 那在选前 比较紧抽的时间 就用车队的方式 来跟大家啃脱 希望大家能够 让我们的侯友宜 继续延续我们朱立伦市长的执政 这个好的知道 继续来为我们新北市民的来努力 那我们过去我们廖正亮议员 也配合我们朱立伦市长 为我们北海岸 争取了许多的地方的建设跟福利 那这一次 由先想要来继续来进选 我也希望 跟我们侯友宜一起努力 一起搭档 来打造我们安居乐园的新北市 而在地的议员候选人 也看准侯友宜的高人气 赶紧出来 一起扫街败票 希望可以让人气加成变选票 期待在母鸡带小鸡的效应影响之下 可以在周六的选举都高票当选 继续为民来喉舌与服务 记者到平函 北海岸综合报导